桃園复兴区第一批疫苗专案施打计划进入第三天 除了在区内10个里分别设置接种站 并准备爱新计程车接驳服务 复兴区卫生所也对区内31位符合施打资格的居家医疗个案 发起倒腐施打疫苗行动 确保每一位长者都能受到疫苗保护 目前还是符合我们一到六类 目前那个政策推行那个符合的条件 那另外的话真的是行动不便 那无法就是也无法配合我们目前的反应计程车 然后到我们各个接种站 那我们就会到载做接种的服务 因为目前COVID-19的疫情 那它的那个症状的话比较不明显 所以说它的同住者其实也有可能被感染的风险 然后加上目前疫情的话可能上不到全台 所以还是会建议虽然说居家各案 它可能比较少出门都在家里 那可能同住者也会有被感染风险 所以还是会建议施打COVID-19疫苗 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的长者 道府施打疫苗 除了省区路程麻烦 当家属对疫苗有疑虑时 医护人员也可以当场说明解释 毕竟这个疫苗的话 它还是有那个好处跟坏处 还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那这不良反应的话 其实的话它几率的话 还是因为个人体质而已 所以我们会告诉家属 那个它的风险大概是多少 然后那个如果家属还有哪个风险 不明显那个不确定的话 或者不了解的话 我们再详细解释 然后到家属同意的话 我们才会给予施打 接种站搭配道府施打 精准将疫苗送达部落 提高族人接种医院 复兴区第一批疫苗施打专案 造车人数共529人 其中原名长辈390位 目前施打率仍维持9成以上 这是疫苗的施打 在原乡父亲区来说 那施打的意愿是蛮高 那列射的一个比例上 也超过9成的我们长者 那都来打疫苗 那其中也有自己 后来得知打疫苗的状况 是OK的 所以也亲自来 现场来打疫苗 针对65岁以上长者 施打疫苗的复兴区专案 预计18号可以完成全区施打 桃园市原名局提醒 目前都市原名长辈施打资格 是71岁以上才可施打 并等待第二轮施打时 才会调降到65岁 请各位族人朋友多加注意